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直男癌这个词就流行了起来 娱乐圈里就有不少直男 王一博 张以兴 吴京等等都是资深患者 前两位是未婚人士 也没有女友 称为直男的话可以理解 可以婚多年的吴京虽然有老婆 但仍在日常生活中 把直男这个词展示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幸福三重奏》播出之后 网友们看到吴京跟谢南的吵架状态之后 更加的笃定他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吴京在做好早饭后 就自己先吃了起来 完全忘记了要叫谢南 谢南心里就有点不太开心 谁知吴京在感受到谢南的情绪后一脸梦 不知道谢南为什么生气之后 更是发起了火 本来稍微哄一下就好了的 结果弄得两人都非常的恼火 在沉默之后 谢南则是比较的平静 想要跟吴京把话讲清楚 吴京却是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没等谢南把话说完 就直接扭头上了二楼 静止走进了卫生间 拿起浴巾 狠狠地摔在洗手台上 将谢南一个人扔在厨房了 这扔浴巾发狠的样子 让人不禁有些害怕 未免有点暴力了 其实两人在节目中吵架 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此前两人在参加向幸福出发时 也发生过如此激烈的争吵 当时吴京在给大家做饭吃 谢南则是在一旁看着 忍不住指挥 不停地否定吴京 弄得吴京非常的懵 两人因此吵得不可开交 这一时七位跟李承轩突然闯进 在知道两人在吵架时 七位拉着李承轩撒腿就跑 不过没过多久 两人就和好如初了 虽说谢南吴京两人经常吵架 但是有哪一对夫妻不吵架呢 其实在吴京与谢南的吵架中 仔细的网友不难发现 吴京一直在试着缓和气氛 两人争吵时也是强忍着挤出笑容 就有了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 在摔完玉京发现完情绪后 就主动下楼去找谢南吃饭 吴京之后解释说 自己并不是一个爱表达的人 但是会用行动去证明 这也可能就是直男的爱吧 并不太懂那些猴女孩的甜甜蜜语 但是细节中总是透露着爱意 除了两人偶尔的争吵以外 更多的是两人的互相喜欢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段 吴京正在和兄弟们吃饭 就在大家吃得非常开心时 谢南突然在门外吆喝 哪里可以洗手 吴京就立马放下碗筷 屁点屁点的跑过去告诉谢南 不光兄弟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网友们也是被吴京的怂样逗笑了 完全没想到吴京还有这么一面 吴京在家中的地位显而易见了 不光要处处忍让老婆 连儿子也可以指挥他 其中有一期谢南给儿子打电话 吴京突然冒了出来 儿子看到吴京 第一句话就是让他去给妈妈做饭 在吴京提出抗议时 更是遭到无情拒绝 看着吴京装作要掐谢南的时候 吴京让人觉得一家人真幸福 其实不论两人是吵架还是溺歪 吴京都是非常尊重谢南的 在提及自己的成就时 更是没有忘记谢南的付出 总是说自己的成就 有一半是属于谢南的 非常感谢谢南的陪伴 现在吴京的事业有成 有个可爱的儿子 还有一个很爱自己的妻子 可以说是家庭事业双丰收 真是让人羡慕不语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你爸爸真没打 要你这么打 你还不听话 整天到晚去玩耍 只要你这个坏话 不要你这个坏话吗 只要你 我判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